这个里边还用再放别的吗 不用了 我就调好了 这鞋那你都试过了 我试过了 你要不然你再舔一下 可以了 你觉得拌到这个程度能行吗 可以了 就用筷子加馅是吧 你要愿意用勺就拿勺了 筷子吧 筷子好弄 都到这边来包 我们是先包一种馅的 我觉得对 先包都行 我觉得先包肉的吧 因为韭菜容易出水 站着包还是坐着包 你们坐着包吧 干嘛站着包 我是没法站着坐着擀 我从小特别喜欢按这个 行 好了 坐着等皮 你是不会包的 是吧 不会 那你看着吧 学一下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给大家包装吧 行 你先拿 行 没事我等他擀一部分就我拿一部分来 妹妹 饺子包起来呀 妹妹会包饺子吗 不会呀 我怎么记得咱包过呀 我怎么记得学过一次了 学过忘了 理直气壮 可以再学一次 可以再学一次 点 搞得我都包不起来了 我来看 这么多 先在中间 一对捏住了 然后 捏个大概捏成这样了 把它捏住了 封住了 其实包饺子一块包特快 一会儿就包完了 捏一下 捏一下 这不就出来一个 试试吧 好 来了 快来 来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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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 这个多少够了 你看啊 这个弄个圆圈吧 然后在中间 给它压一个点 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包法 我是这么不好的 压一个点 用它压实 然后呢 这边再压一个点把它压实 然后它不就多一块吗 这么一压 它就合拢了 然后这边同样的操作 压它 压它 你看 漂漂亮的一个元宝饺子就出现了 如果 如果弄不好的话 它会开口 它就会开口 所以你最后把它压死一下就好了 你看非常简单 好吗 你待会可以拍完照 你要想试可以试一下 好 我看看漂不漂亮 漂亮 彭彭 这是谁 别听我这 你按我的顺序 这个角度 对 咱们把它整整齐齐 可以吧 整整齐齐 但是它是丑 我告诉你啊 就是 你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边全部对齐 全部对齐 把它捏 那个全封上之后 然后最后捏一下 大家把它再固定 对